18大前夕 北京当局开始着手新一轮的人事调整 日前中共官媒宣布 中央书记处书记令计划改任中央统战部长 而刚刚卸任的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则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外界对这个重大消息做出了不同解读 下面请看时事评论员的分析 9月1号 中共喉舌新华网发布消息声称 令计划卸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原统战部长杜清林因为年龄原因卸任 另外 已经以中办常务副主任身份出席官方活动的栗战书 正式接任中办主任一职 令计划曾经长期在团中央工作 担任过胡锦涛的秘书 并且在中办任职长达17年之久 被视为胡锦涛的亲信 此前有传言 他将出任的职务包括北京市委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 中组部部长等 甚至在18大可能升任政治局常委 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 统战部在中央直属机构中排位在中组部和中宣部之后 令计划没有接替李源潮的组织部 而是担任统战部部长 说明胡锦涛在18大人事布局方面受到了阻力 这个主要的问题呢 不是令计划本人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胡锦涛在前一段处理博王事件的时候 他没有采取这个雷霆的行动 把与博王有关的这个江系的这个血债人物呢 统统把它爆出来进行彻底的清除 按照中共以往惯例 统战部长一般不由政治局委员担任 最近30年来也没有政治局委员兼任统战部长的先例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中共安排一个政治局常委担任统战部部长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令计划目前仍然位居中央书记处书记 所以他还是新一届政治局委员的人选 只是兼任统战部长一职 使他是否入围政治局变得扑朔迷离 同时薄熙来的18大代表资格也没有被免除 这一切都说明 估计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 很多事情也就变得很无奈了 通常情况下 中央统战部部长会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比如刚刚卸任统战部部长的杜青林 就兼任了政协副主席 而令计划的前任王刚目前也兼任政协副主席一职 独立评论员韩武认为 担任政协副主席职务的人选 通常都需要先通过担任地方高官的形式进行历练 但是令计划没有相关的经历 所以直接将令计划调往统战部 可能是胡锦涛的特殊安排 中办主任主要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日常运作 向来被视为中南海的大内总管 任职的人历来都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身边的核心幕僚 韩武指出 栗战书接任中办主任这个职位 等于是直接向外界宣布 习近平即将成为新一代中共领导人 今年62岁的栗战书曾经担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 被视为团派人物 有消息指称 习近平早年担任河北省政定县委书记时 栗战书正是临线吴吉县的书记 所以两人关系密切 栗战书也因此被视为是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能接受的人选 比方可异在若木建权丶 收下ucher花 获战书 那么不峰